三四五戰 甚至六七戰 有沒有可能會有本土 你不是預計不會有六七戰了嗎 對 我只是問你們 因為你們預計真的有 我們等一下再講 會有本土投手 無聲風 你覺得會有嗎 我覺得兄弟一定會排上N次 因為N次在本季其實表現都還蠻穩定 那統一的話我覺得要看第三場 打完有沒有可能推出江承諺 或許如果輸的話 有可能他們會推出布雷克又上來了 對 我就這麼看 對 如果我認同 孫豐今天講的 就可能現在要看統一這邊 統一如果真的明天有機會贏球的話 可能在安排先發投手上會有不同 倒是在中興兄弟這邊的話 他們可以按部就班 因為你黃恩寺本來就在今年投得很穩定 那相對的江承諺今年是投得跌跌撞撞 那今年一開季的時候確實也有一波連勝 那不過可能在季中啊 或者是甚至到最後的情況下 表現的不是很穩定的情況下 又特別在這種總冠軍賽 能不能取得教練團的信任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教練團 教練團 我自己認為啦 我覺得 我的看法跟他們一樣 但是有一個是 我覺得 江承諺 其實我這個又覺得有一點舞舞波 因為 以我認識的大餅 我覺得他會提早讓選手知道他要做什麼事 他或許 我不知道 但是他或許現在已經跟江承諺講說 第四場就是你 對 讓他先去做準備 也說不定啦 但是剛兩位學長講好像又有一點道理 所以我就覺得 很容易被他們影響 對 可是這種情形 應該 神辦應該也知道 因為像投手也會告知說 你雖然是投第四場 但是也會補充一句 看戰況 對 這個情況會有A方案跟B方案 如果A方案 如果A方案的 對對對 如果我過去我也會一定這麼白 我不會馬上很篤定的告訴你是這樣 但是我一定會告訴你說 A方案是這樣的話 你可能照著A方案走 那萬一 A方案不行的話 就照B方案嘛 對不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該練習準備的 該賽前投球的 你就正常去做練習 但是我相信會在當天晚上比完賽 輸或贏的情況下 馬上會告訴你 對 一定會 我覺得你該做的要先做準備 那你不能等到說 這個又不是在玩電玩說 馬上換完之後 你可以馬上上去 所以你都不用熱身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同的地方